为了让社区各族裔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洛县阿提夏市和喜睿社区大学联合举办了庆祝中国新年园优会 三太子民俗表演布袋戏等具有传统民俗特色的艺术表演 让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大开眼界 手工艺术展摊位还有美食摊位 也让参加的民众吃得很开心玩得很尽兴 迎纪念何行春 2017年落线阿提夏和喜睿都社区大学 在阿提夏派尔尼尔布勒沃举办了庆祝中国新年园优会 这是阿提夏今年第一次与喜睿都社区大学联合举办这种园优活动 并且得到了男家多个社团的共同支持和参与 尤其是喜睿都社区更是鼎力相助 这次活动全部免费入场 吸引了各族裔的民众和不同展商前来参加 今天来了好多的落桥中心 还有我们的经文处都来了好多的义工 还有我们自己的官员 在外的官员都来支持这个活动 见到了好多好多的侨民 那我们带来了很多传统的表演 有我们的原住民的舞蹈 还有我们的从小看到大的布袋戏 而且我们还有最全场走透透 非常热闹的电音三太子 都很能够代表具有代表性让我们把我们的民间艺术 以及我们的传统艺术能够带到这里 这个活动可以促进不同国家之间文化的了解 这样子的不同国家文化的了解 有助于创造一个非常和平和谐的社会 这是为什么我们住洛杉矶进行文化万事处 动员我们所有的侨胞 我们全力的支持 这一个很有意义 这次活动展出了很多具有台湾特色的表演艺术 像是三太子民俗表演 掌中戏 民族舞蹈 国乐 赞颂等精彩的节目 并且免费提供减脂 春联 生肖灯笼 天灯 学说中文等等 具有文化性趣味性的公益制作摊位 更有很多精致的伴手礼送给与会民众 另外活动现场还有多种美食小吃餐车 让民众不止吃得开心 玩得尽兴 还能充分感受欢乐吉祥的中国节情气氛 中天频道采访报道